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隔月雙方的雙辯題 隔方是道家比瑜伽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應勢處事 月方是瑜伽比道家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應勢處事 今天的對賽雙方為隔方的晚軍會資中學 以及月方崇禎書院 現在會為大家介紹今天雙方的辯論 首先是隔方的主辯優樂營同學 接著是第一副辯辯陳雅澄同學 第二副辯的主辯為陳卓盈 以及結辯是陳耳澄同學 第二副辯辯登職 Ев地域 月方的主辯為李卓然同學 第一副辯辯為張正逸同學 第二副辨认为杨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主席 我们应该是转了张静日是二副杨卓熙一副 不好意思是杨 我怕读到 不是很听到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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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杨卓熙同学 第一副辨是杨卓熙同学 第二副辨是张静日同学 以及杰辨是梁熙一同学 接着会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的评判 今天比赛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担任评分的工作 首先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论队前队员 盐慧怡小姐 接着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粤语辩论队前队员何浩章先生 以及日夫书院辩论队前队长莫晓怡小姐 谢谢三位评判 今场的比赛将会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以及结辨合共六个环节 台上的辩元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辩元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主席用人手丁和我会举起手指示意 30秒前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够的话会有两丁提示 过时15秒会有三丁提示 我会打断辩元发言并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了给各间参赛的学校 请问双方的同学有没有问题 好,现在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现在先请隔方的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的话可以向我示意 请问听清不清楚 清楚可以的 好,可以 好,叮! 主席、评判、酌酌,各位大家好 道家和瑜伽思想都是源自先秦时代 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 道家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 瑜伽思想源自于孔子、孟子、孙子、信志等思想家 这些相信大家都耳熟能长 所以我方就不重复了 今天变体的主角是香港青少年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定义 是指15至24床的人士 他们要处的是什么事 要认的又是什么事 他们大多数都读高中以及大专 小部分是刚刚出来工作 他们最需要处理的事 是在成长和做生牙规划的阶段 走尋自己的志向和人生的方向 至于他们要认的事 就好像《双城记》所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面临科技最进步 资讯最发达的年代 但同时都面临各种危险的风气 究竟道家和瑜伽思想 哪一样可以根据我们 应对到这个时代 就是变体讨论的关键 而我方之所以支持道家 比瑜伽更适合现今青少年处事应勢 是基于下列两个理由 第一 要克服阻碍青少年暗身立命的困难和隐忧 以及培养面对世界应有的态度 道家都是更适合的思想 香港青少年处事上最大的问题 并据中大哲学系 而是港师王健凡所言 在他们任何不知自己想要什么都戒割了 才发现自己随波族 走的路连自己都不喜欢 相反他们应该直指内心才有生命的力量 好像这星期有一件影响成千上万 香港青少年一生的大事 就是大学联招放榜 现在大家都明白 很多青少年都是受社会家人的摆布 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而选择 当你有好的成绩 那当然是选择医科、法律、环球商业这些神科 你何时见过拿着座原成绩 会因为兴趣不报这些科目 而走去可能报一些 连学士学位都不是的科目呢 相反二千多年前 老智已经看到社会制国 与人只能随波逐流的问题 提出无畏而无不畏 无畏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而是不要为了别人定下来的标准来做 当你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 做到真正自己想做的事 因此就可以无畏而无不畏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直指内心有生命的力量 其实道家的思想过次难以理解 实质相当简单 你力虚虚就是要自然 不要勉强做自己的主人 不要受社会制国 以及物极必反等几个原则 就可以应对青少年很多的难题 我方之后会继续为大家说明 我方第二个认为道家思想 比喻家思想更适合的理由是 道家思想相对而言更只为简单 相反喻家思想则过于凡习 以香港青少年而言相对较难掌握 正如刚刚所说道家思想主要来自出 老子和壮子 要指亦相当简单而清楚 上反喻家思想方面 遭于世上时代 当时的太史司马谭是谭禄家 要指 里面已经批评 喻家思想过于繁习 雷生不能通其课 但不日而终 以恰一名普通香港青少年而言 根本难以掌握和了解这些混习 甚至门派间互相矛盾的思想 上反到什么自然简单的原则 更加能帮助青少年处事应世 有时众观上述割点 可否立场你应成立 谢谢大家 甲方的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0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会是粤方的主辨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范 请向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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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听到的 但是可能站在 因为镜头有 现在可以了 这个位置可以 这样 好 还是我这样 这样很清楚 你是想站在那里发现 因为它不是收到很清楚 因为站在那里 好 主席 都可以的 但是镜头就要拍到你的变卡 主席 主席 我放这边听 粤方说话不太清晰 好 好 等它现在设定好位置 再试一试音效 好 好 算了 不要用力了 你试试说一两句 试试看 好 评判主席 有方同学 好 隔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好 对 有方同学 声音还是有点散 或者介不介意 可能近一点点咪 对 对 我用手走 我坐在这里 不好意思 对 好 那镜 你可以坐在这里也可以 但是镜头要低一点 你可以试试说一句说话 看看声效是怎样 评判主席 评判主席 有方同学 好的 我这边就清楚的 隔方同学听不清楚 可以 不可以 好 那就可以了 那你准备好 可以去我示意 可以 好 叮 评判主席 有方同学 大家好 歸勒有方发言 有方认为道家思想 原则更加简单 清楚 更加自由 我方不反对 道家思想有其优点 但是为什么适合青少年呢 相反道家思想提倡送上自然发生 根本不适合正处于奋斗时期 要积极向上的青少年 因此 我方的问题很简单 为什么青少年就有必要开始以信其自然 无谓而至的方法去处置 认识呢 凡是我方同在下一个边来交代清楚 要了解一下以下的关键概念 第一 不同思想学说的核心价值 虞价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别出现在古代的不同时期 代表中华文化价值中不同的核心 虞价思想强调人的品价 对于虞价思想的倡道者而言 人理应具备人意义自信的五中品德 更加提倡人应该对自己 家庭社会负上责任 相反 道家思想缺乏理智的约束 提倡齐密逍遥无谓的原則 主张信从自然的规律 自由自弱的生活 换个话说在两种比较底下 渡家思想更加积极进取 而道家思想就更加强调自然的法则 第二 现今的香港青少年 便是不单只是 双方讨论两种思想学说的优缺 更加要比较何者 更加适合青少年的处事形势 因此在讨论前 我们应该先了解青少年的特性 香港理工大学 应用科学学系讲师 刘玉禅表示 青少年是由儿童过渡到成人的阶段 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 但却未对比成人的判断能力 同时青少年泛指中学大学阶段的青年 往往对于人生持有积极的态度 和进取的目标 因此有关要贫量变题 就要声证明以下两点 第一 信其自然比积极奋斗的态度 更加适合青少年 第二 社会需要青少年 对比道家思想的价值 先于儒家思想 或者一家分的变题理应不成 我方支持越方变题 第二 第一 透过礼节约束 建立正确的认知 现今的社会价值观混乱 青少年又未能完全掌握判断是非的能力 而儒家思想学说 正正可以弥补其价值方面的不足 事实上 儒家思想要求人民内耳 可以修身充满人物 例如孔子提出的黑己福利怀仁 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的意识 又例如杀身成人正正摘点了坚守信念的决心 以上的核心价值能够 宁静再建立自我培养品格的青少年 获得正确的认知 不被世俗的价值观去影响 相反 道家思想主张顺其致意 不使用法律规条去约束人 若然青少年相信道家思想 更容易行猜答错重演在人生 有关同学同不同意青少年的发展 需要适当的约束 以培养正确的价值呢 第二 天赋社会责任 如今思想一大特点除了在于教导人有的基本品格 亦都在于人对于社会现实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天下为己任 例如上书五指之书的《文为帮本》 《本顾邦宁》中的《文为帮本》的民主主义 也体验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相反道家思想主张集中于在个人层面 扩下了青少年未来成为社会的动力 需要管理社会的角色 由此可见 如今的思想更加全面更长地接合青少年的需要 总括而言 无论是由个人层面或者是社会层面出发 如今思想比道家思想更加适合青少年 最后想想回一位同学 同不同意如今思想的积极进取 充满人意的人生态度更加适合青少年发展时期 多谢各位 是 月方的发言时间为3分2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好 接着下来是会去到台上发文的环节 先由隔方派出台上辨员 向月方的主辨提问 发文的时间为1分钟 之后会是月方的主辨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然后有1分钟的时间作答 提问和准备都是一样 会在12秒之前有一丁的提示 时间够就会有2丁的提示 接着就会轮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辨员 向隔方的主辨提问 评判也留意一下在分子填写分数的次序 月方分子的第一格依照发言的次序 会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文的分数 如果没有问题 现在先请隔方派出一位台上辨员 发文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是清楚的 可以 好 大家好 如假1800年来有不同的门派 因此他们的荷雪有很多矛盾 清少年不是研究思想史的专家 根本无所适从 因此先想问问有方 语价里面 曼子的何说是人性本事 孙子的何说就是人性本乐 究竟我们应该跟曼子的 还是跟孙子的何说呢? 请有方正面回答 多谢 好 接着是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待会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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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粤方的主辩同学再出回应 你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向我示意 可以 多谢粤方同学的问答 其实两个思想都是一样 即是它的方式有所不同 但想问粤方的粤方同学 是否认为青少年更适合 道家这样自由自在的思考方法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一个进取的方式去对待 做人权势呢? 好 接着是会轮到粤方 再出台上发问 请粤方派出位辩元 再出发问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可向我示意 不好意思 刚才听不到 是 现在是对粤方的台上发问 可以 可以 青少年在人生阶段中 吸收经验最好的时候 如果按照有方的邏輯 以一个道家更加自由和道家的思想 信其自然的方式 那我上课的时候 如果眼睡的话 是否应该躺下睡觉呢? 多谢粤方的 好 现在是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请进行 请进行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甲方的主辯作出回應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是,試麥試麥,聽得清楚 可以,主席評判在座部位,大家好 首先多謝有方的提問 剛剛就說上課睡覺,不一定上課睡覺 它就是一定沒有出色的,航航出狀元 譬如人們有追求慾 不是上課睡覺就沒有追求慾 可能他有其他事情想做 有方是否有反對 他自己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可能有自己的目標去做 可能上課對他來說,那一科是對他沒有興趣 他就睡覺了 他可以有其他事情去做 不一定是要跟著別人說要怎樣就要怎樣 我們都要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剛剛我也有說到有內心的聲音才有生命的力量 多謝大家 好 台上發文的環節就結束了 現在會去到負面的發言環節 先請甲方的第一負面來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連他的發言 請就拍到負面的調查 是,聽到的 各位大家好,看今年的社會 ,我們不斷叫清朝年積極 结果社会压力太大 已经积极叫香港青年协会调查 发现五成多年轻人有积骨情绪的状况 那不是更能够反映出 在这个时代之下 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叫大家加油加速的瑜伽思想 而是叫大家慢下来 呼吸心灵自由的度假思想 度假思想除了如主便所言 当香港清朝连练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去选择自己想走的人生路之外 也都可以帮助青少年对国社会上很多强大的而持续的风气 好像道家就提到天下阶之美之为美 恶斯护矣 意思是如果天下人有个统一标准 是怎样才叫呢 就是一件坏事 而香港青少年正面对这种坏事 根据阿培制约在香港的调查 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香港女性只有百分之三 是满意自己的身形 七成认为自己要再修 因为修就是美已经成为了公认的标准 结果因为减赤二斤识约 以及幻想意识约的个案无一无知 此外其他对美的标准 例如航星就是 都会降低青少年的自我形象 如果他们都明白刚才道家的标准单一是 单一法往往就是一件坏事的原则 对于世界类似的潮流 他们都可以去务务警惕 请问有方同学对这些问题 现在又怎样应对呢 他们有没有倒架 那好像可以能够好好生活法 那么直接应对青少年的问题呢 同样的情况 亦见之于青少年会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消费主义和物质 由于商品广告性行 含背间互相判比的等原因 青少年会对相当大的消费欲 令财政并未稳定的青少年有堪依过度的消费欠借 即使是古代 道家都看到这个问题 因此提出了建树普博 小丝寡欲 以及含德之口比于赤子 即是要好像婴儿一样 婴儿本身除了基本的食 安全之类的需求 其实欲望并不是很多 后来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甚至好像今天好像青少年秘密 甚至是一部智能手机控制 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 从其他身上学回来的 道家的思想不是完全否定欲望 而是要事实上令人反省 哪些是基点的欲望和需求 哪些是束缺着我们 令我们失去心境的欲望 这些亦都是在《道德经》里 唯一选之右选 而置于无为的精神 这比起瑜伽那种处天里面人欲 这种违反人性的要求 来得更加人性化 因此可见 道家思想是比起瑜伽更适合用在青少年身上 多谢 甲方的第一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02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轮到岳方的第一副片 那你同样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示意 示意示意 是 可以 谢谢 评判主席有方同学对各位 大家好 听完有方发言 有方单方面觉得 道家思想是从上这个志愿 不是简单 所以更加适合青少年 我方主席都问了有方 青少年正式发展是我 积极寻找方向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提倡 从上志愿 提倡无为 甚至青少年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成长呢 因此我方立场很简单 即使道家思想有优点 但也不适合青少年时期 那问有方 有方是否觉得青少年是十几二十岁 他人生没有目标没有追求 拼天由命才最好呢 所以分析完有方立场 看完有方两个论点 第一有方和我说 青少年应该遵循他们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但如果遵循他们心里面的想法 青少年其实是没有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 他们有怎样知道他们做的事是对还是错呢 但正正相反 如今很明显定立了规章的一些泥质 令青少年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做 第二有方和我说泥制 其实孔子也有说过 只要内心觉得可以过得去 就不用再有更多的泥质 如今思想万变不如其中 其中都是追求这个仁德 但内心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如今会进步 就好像不同的朝代 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道家就没有以上的东西 所以我明明看到道家是完全没有进步的 各位 要分析哪种思想学说更适合青少年 我们要了解青少年可以由以下两个地方做法 先看个人层面 我看主见解释了很多 青少年正硬处于建构自我的时间 面对社会不停的价值观 同意出现偏差 因此如今思想主张的 例节洋畜 就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指引 以如今五书为例 主张人应该由诚信 人德公义 相反 在道家思想下 只要不维持自我定律 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有方又觉得青少年在道家思想下 反而更大机会有正确认识呢 看完个人层面 看完社会层面 便是讨论的是青少年处世 属世认识 因此 他有看不同 学说对青少年个人的好坏 更要宏观地行的 形势部分 但究竟道家思想 远固了形势部分呢 有方没有回应过 相反由孔子主张的 现在学说 不单只重视个人 还有家庭 社会部分更有 强调君子 要收身齐家自我 跟他们想 在最后问书方 是,主席,我试一试麦 是,清楚的 试麦试麦 是,不清楚 有方和我试不清楚? 那可以了 好,叮! 各位,大家好 这个世界有些人很读得习 但是有渣巴士的他也不会读得很多习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有方同学,他觉得开心可以实践到自己 可以追求到自己的梦想 无为而无不为 他放弃了读书不读书 他无为而无不为 他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 看一看出在原有些什么问题呢? 有方同学,如果你身边有这些青少年的时候 那你作为他的朋友 你都不支持他发展自己兴趣 那不好意思或者没什么礼貌 这样问一句,有方同学 你作为他的朋友 是不是需要反省一下自己 为什么这么不了解他和不支持他呢? 而且,有方今天看见了 道家和瑜伽在士气功里面很重要的分别 瑜伽对于他们心目中的善是很绝对的 但是,道家就认为了 征服怀奇,善复围绕 道家一样东西是正确但物极必反 他要坚持就会成为了我 在今天的社会都是一样 以社会吹谱正能量的概念为例 青少年自然会遇上各种难题 例如家庭、朋友、学业等等 但当社会不断对正能量的推崇 不但帮不了青少年释放压力 更加会令到他有负面的想法 是自己的错误更不愿意向外求了 而遇上本身幻想抑郁的青少年 这种正能量的要求更加是他们的吹命苦 道家要我们提防物极必反 此刻思考表面正确的原则 是否适合任何情况下用 还是教堂式去处事呢? 对青少年面对心理健康问题 道家都是比较适合的 此外,如果近几年有留意各种社交媒体 网上论均都会发现香港人 包括青少年之间为各种议题 口出种种乐言 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都令互联网的讨论氛围缺乏理性和尊重 而道家思想也都有了青少年反思这种情况 藏子齐勿论中提出了诚心这个概念 他认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在不同单位学了不同的东西 如果用西方的术语 就是人透过社会法 学了种种的规则和价值观 但当越学越多和越稳固 一切就成了影 即所谓的诚心 因此他们产生偏见 对一切与他们偏见相左的人排斥 认为对方必然是错误的一方 道家提醒青少年从诚心中跳出来 才可以抛弃一切的执念 容在今日放弃偏见才可以做到言听执名 由此可见 道家对于青少年处理人制事务 以及回应世界各种意见与撕裂的情况 从根本意及解析弱方 因此我方立强成立 而有方同学刚才一直都在说 他不读书就是出不了人 我方一直就强调到他出狀元 难道你去坐巴士的时候 就笑个巴士司机 你没有读过书 所以你不好 你不叻 但是我相信有方同学 你去坐巴士 你都不会这样去笑个巴士司机 但是我现在听到有方同学所说的 就是你是这样对个 没有读书的人 就是有方同学一直觉得 读书是学校 所以我方便是你应请立刻 多谢 好,甲方的第二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会是去到 有越方的第二负面发言时间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换主,有方同学 各位大家好 回应有方同学的问题 有方同学跟你说 问我们如果不读书 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但是我想说 瑜伽思想 读书永远都是教你人生的基础概念 而不是想要你做什么功 有方同学 不要用小人之福 道君子之心 我今天可以读书很劲 我照样都可以去驾巴士 我恐知读书那么劲 他开诗节都是找不到吃 难道你会去笑 去笑恐知 你今天找不到吃 那不同的 有方同学 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说 度假可以减少青少年的压力 有方同学说 度假思想可以令青少年少压力 但我方不明白的是 瑜伽思想就反而是约束 我方主辩都解释 瑜伽思想是对礼节有约束 例如要求人有性伤 有仁德 为什么这些基本品德 他对有方同学眼触 就突然变了压力 其次我方不否认 本质上是不存在压述 规范 但代表不代表 适合青少年的发展模式 分分右方 如何确保在青少年 在没有瑜伽思想的规范之下 都可以建立正确认知 再加上我方一口同学说过 论语上 虞家孔子多数都提到无谓 为什么呢 都过得去耐心 那就可以了 虞家思想 其实根本就没有有方同学 想到这么复杂 又没有有方同学 想到这么困难 第二 有方同学来说 身形 消费主义等等 虞家思想正正就是说 安平落到 逆来信修 那又是否比度假思想 更加之有条理呢 比赛来到二杯位置 其实就要讲一下 这三个基本的关键之下 第一 度假思想 我方前场都解释了 度假提倡无为逍遥等概念 只要行为不违反自然定律 通通都不会干扰 但这样的做法 往往只会大为失败 以汉朝为例 崇尚度假思想 最后都是令到正风恩 前证大话 青少年不思进取 最后令到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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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看朝 转改独尊如想 有分合又如何 確保度假思想 可以令青少年信任自己想法 就一定进步呢 所以反我方多次执问有方 度假思想追求自然定律 过于消忌 社会只会不思进取 又怎能成为青少年的人生信条呢 第二 如假思想 思想无论是中国古代前代 还是现今社会 大多都是如假思想为主 如假思想 提出礼意 人意 强调社会秩序 价值基础 趁而建吊了一个 者而有朝的社会 在如假思想下 青少年 捨理取义 客制私欲 甚至可以做到安平乐道 逆来信修 避免受到社会 其他偏差价值观影响 有方反对不到 充其量 度假思想都做到 但是又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做到呢 麻烦下一个点位解释清楚 第三 现今青少年 比赛来到中段 有方前场 只不过是不断地指出 度假思想都有好处 我方从来都不反对 但是如假思想同样 一样有齐理的好处 因此要衡量变恥 少不少要比较 所以看回有方所说的 消费主义 读可以忠诚自己的内心 其实如假思想到日仰 我们如假思想 也不会以君子心 去笑别人 读书不行 或者读不到书 其实最主要 也会有两轮的发问时间 那现在先请甲方 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那请打开镜头 并试一试麦 听到吗 是 听到的 那有一分钟 可以 叮 大家好 相信有方同学都不会否认 瑜伽其实也是一种精神 就是人字 那人是什么来的 就是黑妓服礼为人 但是说的不单止是黑妓 还要是服礼 礼就不是简单 说礼貌那些基本东西 还要是种种的礼法 瑜伽对你吃什么 听什么穿什么 甚至你家里的装饰品 摆什么位置都要管 比你这些愤怒主人更厉害 那请问有方同学 现在的香港青少年 真的适合这套思想来生活吗 请有方正面回答 好 那还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中文字幕下订阅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粵方派出一位,在台上願意出回應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有方同學跟你說禮法最終會出現青年人 但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正如我方一副同學都說過,其實孔子在論語裡已經說過無禮 再加上其實思想隨著時代會進步,其實越來越多禮節 不僅是現代,在後面的例如不同的中語術項目的禮節後的天人三察後 其實很多禮節都被人減散了 再加上有方同學我想說道家思想以前追求是長生不老 我想問一下是不是都一樣進化了,跟我們現時思想一樣呢 再加上有方同學跟我們說其實我們很管清少年的人義道德 要擺什麼位,吃什麼飯,穿什麼衣服都要管 但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如果清少年本身有仁義道德 這些是不是清少年本身應該做而是該做的呢 再加上有方同學為什麼今天將我們仁義道德 貶得如此麻煩 這個不是人的本性,這個不是人的本德嗎? 有方同學人生下落,人性本質,我們應該會有這些品德 有方同學說道家思想尊重自己的本質 接著會是去到粵方的台下發問 請粵方派出一位台下面作出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可以向我示意 是 是,聽到的 可以 定 評判主席,各位大家好 有方說我們矛盾後跟我們說人性本線和人性本案 但兩樣東西都是導人向線 兩樣東西都是教清少年怎樣去向線的時候 就算他本身的思想有矛盾,目標是一樣 都是教他們一樣的東西的時候,有些什麼問題呢? 甚至是有方同學論點說 儒家思想比較繁複,但中學課程已經有教 所以學校會解釋給清少年聽 有方的擔心根本就是多餘 甚至是儒家思想繁複和適合根本就不掛勾 數學今天都很繁複,有方又是否覺得不應該教數學呢? 其次,儒家思想推崇的五常百家全部都有實際的建議 如何做?相反道家思想只是跟你說順其自然 清少年又為什麼會知道怎麼做呢? 還是有方同學覺得清少年這樣有實際的建議 反而會更加迷茫? 但是有方同學你沒有實際的建議 他們就不會更加迷茫呢? 謝謝各位 好,現在還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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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学听得清楚 可以了 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问题 但我想提提有方同学 今天的辩题是 对于香港青少年的处事应勢 而并不是学业 我想请问有方同学处事应勢和学业 这种东西好像不习惯 你好像偏离了鬼道 有方同学我也想说 我们在说处事应勢 你做的东西是如何去做 而并不是说 苏学很复杂 所以是否不应该教 有方同学 你现在 现在的思想就是要读书 有方同学 你是不是自己的立场 不是很稳定 而处事这方面 有时候 处事其实不关 读书 读书是在读你自己应该有的知识 也是书本上 是教不了处事的形勢 那如果你是说处事的话 有方同学我想请问 那你读书 你读两本书 你读书是否懂得去帮所有的人 是否懂得去医护好 不是 你是不是懂得去 叮叮 这份量去做呢 好 接着会是去到甲方 再出第二次台下发问 甲方的台下辩元 可以打开镜头 可以打开镜头 那你准备好 可以打开镜头 可以打开镜头 正如我方 所以现在思想以千年来 不断地改变 其实相当虚无 就像当中其他一个概念 是 曼子就说 不善养 浩然之气 那是什么 他又解释 他又解释 自大自干 以直养而无害 失添于天之下 那是什么 又怎样 去到不信的时代 就更加产生了气学派 那当时的渔学 就将了将气解释为 知虚空即气 即有无 人显神化 性命一通无二 说到比武俄小说更加离奇 那请问有方同学 如果有方真的觉得 渔家适合青少年 那上述的这些 是不是又要学呢 学了这些 又对青少年有什么帮助呢 还是总之 对有方不利的渔家学习 有方就说 这个不计 那样不计呢 请有方正面回答 好 那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作出回应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但是月方你的镜头 我知道他好像拿了 现在看不看到 现在看到的 好,在这就可以 多谢有分钟的提问 有分钟和我们说有很多事情不理我们就戒不戒 其实我们还没跟你说思想是会进步的 就如道家思想创立之初追求的更是永生 道发天,天化地,道发自已 我想问有分钟你听不听得懂他追求的是什么呢? 有分钟其实道家创立的基本就是永生之道 那是否比如家更加过分更加虚无呢? 更深的是有分钟和我们说 我们如家虚无 我想说如家定立了不同的标准 定立了不同的例子 告诉有分钟我们怎样要有人意理智 我们怎样可以追求人 又怎样好像有分钟和我们说 人是虚无的呢? 更深的是有分钟和我们说 道家可以追求自己的想法 追求想法是什么呢? 价值观是什么呢? 有分钟和我们认为一个概念里面 自然自然自然会有华人 自然着欲强识 那是否不教那些华人任何东西 然后之后道家思想 遵从自由发自强识的计划 好,那接着就到月方作出第二次的台下发问 是吗? 是吗? 是,清楚的 可以 评判主席俊俊,各位大家好 有方刚刚在台下回答 原来学习不关系 就算有方和你自己主辩第一个论点 和我们举出状元的例子 他们可以选择医科、选择神科 为什么就等于徐波逐流必然的关系 在哪里有方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所以有方和你第一个论点不成 更甚至是有方和我在台下的环节都回答了 反复原来真的和适合不掛勾 所以有方和第二个论点都不成立了 更甚至有方和我今天跟我说 瑜伽思想其实是没有叫人过減肥 更加可以是鼓励继续维持健康 相反 有方和你提倡的徐心所欲 更加可能导致颓废的观念 反而令到他们不重视健康 瑜伽思想重视修心 也包括健康 所以很简单的一封堂 是不是违反而反双重 标准直线逻辑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 好,这些冬的准备时间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又请甲方派出台上便员作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4米,4米,听不听到? 是,听到的 可以 好,叮! 首先多谢台下的问题 其实我刚才听到的是台下 好像是把握了一点 其实不是太似一定的问题 其实现在现金社会 你都这么大过 为什么不可以自行决定呢? 难道你家长叫你学钢琴 你就去学钢琴吗? 如果我喜欢小提琴的话 为什么我不可以自行决定去选小提琴呢? 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而选科 当你有好成绩的 当然是要独自法律、环球商业这些神科 你什么时候见过拿着作品成绩的会 因为兴趣不補呢? 不補这些科目走去 不可能连学士学位都不補的科目呢? 相反,2000年前老子已经看到社会 令人只能跟随 多逐流的问题 提出无谓而无不为 无谓不代表什么都不做的 而是不要为了别人定下来的标准来做 请终止发言 台下发文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会是结辨的准备时间 双方都会有一分钟时间做准备 现在开始计时 感谢大家 就这么多感觉 趁个人 你 你 我 我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會先請粵方的傑辯同學作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零十足的時間請粵方的時間 請粵方的時間 請粵方的時間 是,士咪士咪 是,清彩的 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的 好 好 可以 停满主席有方和我 各位大家好 有方和我讲审美统一 首先是好 这是一个错误的风气 而有方的道家思想是自然 如果是自然的话 令到这个审美就会愈发错误 更加严重 令到这个社会的风气更加充满罪恶 这个确实是错的风气 但它成为了这个风气的原因 是因为兽才是对的 有方的观念是出现了错误 而有方的学习良好品格 难道是好的品格 但是好的观念 所以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逻辑 是违反疑犯 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品格 就是错误 不应该有人好的 但是等于才是好的 有方跟我说 有书但等于有畏 读不提书但等于无畏 我们当然知道它是发展其他的兴趣 但是有方才要了解 什么叫无畏 庄占说话没有说是无拘无足自由 自在不被害物所拖 有方说话是自在矛盾 何况出状元 因为状元才有竞争 才会有状元 有方真是舒坦爺 要违反而反 利用结变的位置 要总结变题 可以由以下三条问题总结 第一 青少年 需不需要有适当的规范约束 我方由主片开始解释 青少年这个阶段正在培养价值观和认知 因此更适合有约束规范 有方都不反对的 只是担心青少年过 约束会有压力 甚至会无法自由发展 但我科前常解释得很清楚 现在事实上的约束主要是品德方面 例如要求你有诚信有人而道德等 并且建议你有实际的执行方法 为什么对理智和道德有要求 约束又会觉得不合理呢? 事实上约束是社会必要上的元素 社会有法律 学校有校规 家里也会有家规 正是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需要适当的约束才会做得好 更何况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呢? 但我方问到有方 道德思想如何做到以上的好处呢? 有方又是解释不到 如何建立各方的变题呢? 所以在个人陈面 有方解释不到道德思想更加适合 第二 青少年如何应对世界或者社会呢? 我方前常问了 作为青少年从上的思想学 我说除了能够在个人方面 令青少年建构自我更重要 是如何应用到社会层面上 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中 青少年除了对自己负责 还要负上社会责任 因此我方不断强调 如他只想主张个人和社会层面 青少年也有所作为要对社会有责任感 有方都不否认的 但究竟现象的理智在福加斯上如何 最见到青少年拥有强烈的托付和使命感 要他们知道要实现自我 不会拒绝人群脱离社会 也不会拜脱现实生活 但至于修身及齐家自国评宴下 反问有方 道家思想觉得 对香港青少年有什么意义呢? 有方认为青少年只顾自己 冒约出地发展 应该对社会有责任 第三方认为适合呢? 我方从来都不反对 如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各有有限 但有方认为不能够 将不适合的思想讨论和青少年生长 我方由主见方自问 青少年正直奋斗的时候 为何反而要挺天由命 突然要顺其自然呢? 反问有方 是否觉得 如家思想去到四五十岁 才是立即合荣誉 这个处思形势之上呢? 最弱或作为青少年 面对社会种种困难 即使是难 我们都会选择去学习解决 面对身边的诱惑和挑战 我们都会努力建立正确认知 培养正确价值观 原因很简单 就是大家都知道 处于青少年时期 就是要努力奋斗 去努力 去努力 在香港这个景德华景下 去努力 去游上去上流 不能够 选择安逸 更加不是有方同学主张的 顺其自然 作为青少年 又会怎样选择呢? 多谢各位 粤方的结辩发言时间为4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有请甲方的结辩同学作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 是 铁方的结辩同学 是 铁方的结辩同学 是 是 是 清理 是清楚的 第二 好 主席 大家好 總觀全場有空今天擔心的 其實是青少年心自未成熟 採取道家思想裡面的自由 就很容易令到青少年行叉踏踏踏 但其實是這樣的 有空和我們今天很不了解道家思想 但在道家思想裡面 有何所說的長期之言 青少年行叉踏踏根本就不存在 有一個同學我想問 現今社會最無法發展得更快 在我們每一件事上面都這麼睹罪的時候 對青少年未來的發展是否真的好呢 其實我今天再次講無謂的意思 其實道家思想的無謂就不是叫大家不做 又叫大家不要做一點 連自己都不喜歡 立刻為了符合他人要求做的事 為了燃燃地浪費有限的空間和時間 其實如今和道家都是經歷了 二千年來都有人在講的思想 竟然不會是一無事處 但要讓兩者哪一個更適合青少年 就要更加全然地看 如今有很多的價值觀察就是我這樣 其實就無必一個態度會反對 道家不會反對你仁愛孝順 文家亦都說了 見外非公 所以這些就並非瑜伽思想的獨特之處 瑜伽思想和其他態度不同 而有可能沒有正面講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的背景 向他時代東周牧民會帝之後 瑜伽本來就是想恢復周內 去維持社會的穩定 又將社會的秩序一直維持到永遠 所以瑜伽才會有成而不作 成而好多的精神 全世界就夠了 不要再創新任何東西了 我好估計的秩序就夠了 就是因為這種精神令到他都讀同自己的支持 令到瑜伽達成為中國的顯學 當同時歷史也都顯示出 這種追求一切穩定 而變的思想是比較不適合現在變得好快的時代 如果香港聽事連身處的究竟是穩定 你會是變化得好快的社會呢 這是我方再有一個想問的問題 相反了 杜家日輝影則 見到瑜伽思想 《瑜伽思想》《瑜伽思想》 《瑜伽思想》 《瑜伽思想》 有本今日另一個模仿的《瑜伽思想》 《瑜伽思想》讀點 但是在於他們很重視用種種愛在的行為 而表達他們的價值觀 所以生活上各個王子都是何人要注意 就是論語的段章篇 要求不時不食 各不正不食 各不其准有不食 即是說如果你和瑜伽一起吃飯 你叫他吃個水果 但他見過水果不是當做的缺乏食 你叫他吃肥牛 他就說肥牛刺激不美又不食 你叫他吃其他東西 他就說那些配食物的醬料不美又不食 結果整餐什麼都沒吃過 原因就是因為瑜伽過度重視外表 會有很多規條作為限制 對於瑜伽這方面的思想 因為今天鼻重就輕 相反了道家思想 其實是對非中環境的一種簡法 先接受社會的很多分亂和雜亂的事 影響思想的自由和安寧 不能夠聽從自己內心心中的聲音 又再重點把這些規條的規條分擾減少 即使都不能再光擾到人 甚至令人被脫光著 達佈真正的逍遙和自由 雖然大家就會見到老子龍莊子 所說的原則並非很多 但就反而會有大量的篇貨 利用故事和比喻 即是來偷丁解口、招生無事等等 去解釋他們的想法 只要掌握了惡方主義所提出的 例如要自然不要勉強 做自己的主任 不要受社會的抵擾以及密切變化 自然可以順著環境的變化 跟同自己內心去尋找自己上行的路 同社會是香港大學 是方學徒教授所說的 道家面對民外的精神變化的 其中 在最後做到英文的不詳 毛澤東曾經說 李青人被以為招了八九點的態度 大家認為招氣部門的青少年 在適合處理的思想 是會處於現代的度假思想 還是支持青少年自由發揮的度假思想 期待大家的答案 多謝 好 隔方的劫便發言時間為3分2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好 比賽現站過一段落 在我和評判確認分數的同時 亦都會邀請評判給一些寶貴的評語 亦都提一提評判 第二位是20分 剩下一位是10分 好 在給分和計分的同時 我現在會邀請評判給一些寶貴的評語 首先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 前隊員 顏慧儀小姐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賽會邀請我做評判 我覺得這場比賽雙方的表現各有千秋 有不錯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雙方對於主線的處理 其實有個位置我都很想聽到 但我一直聽不到的就是 因為今天是說要青少年處事應勢 處事你們是有大約去講到的 即是說現在的青少年重視什麼 或者現在的青少年面對很多的壓力 你們也有大約講到青少年現在的現況 和他們的處事態度 但在形勢方面 我就會想聽到一些勢 究竟現今這個世代有什麼特徵 而這些特徵和青少年究竟有什麼關係 而這兩種思想如何幫青少年去應對現在這個世代 這個世代的特徵我就不太聽到 就是我久不久就會聽到一些 譬如說生活節奏很快那些 但問題就是除了生活節奏很快之外 大家都可以想的就是現在的世代 譬如我們現在是面對一個全球化的社會 好了競爭越來越大了 或者是我們現在面對一個 根本就是個人主義的社會 大家都重視個人多個集體 或者是現在大家都會常在說 有很多青少年會是重權利輕而務 現在這個社會又如何 如果我們現在有這種態度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去應對現在的這個社會呢 我就想聽到一些現今社會的特徵 但我覺得我在兩邊都不太聽到現今社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頗想聽到 但聽不到我覺得有少少可惜的地方 但我又覺得大家有一樣做得好的 我喜歡就是在主線上 你們對青少年的特質是掌握得頗好的 尤其是我覺得反方對那個青少年 我自己喜歡就是你們有說到青少年 其實就是跟大人和小朋友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小朋友就是傻傻傻傻 什麼都不懂 但你同事都不用負很多責任 大人就是你成熟了 你的價值觀已經建立了 而青少年面對一個轉變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教他些什麼 他就教些什麼 他就學些什麼 然後青少年就是價值觀的一個重要培養的時機 所以你要訂立一些規範給他 就是我覺得這些位置是我自己聽到很清晰 而且我覺得對於香港 就是對於青少年這個字就是蠻好的 因為正方的處理方法 我覺得一般的就是你只是讀了一個歲數給我聽 但問題就是你只是讀一個歲數給我聽 當然也可以 但如果你可以再做好一點 這個歲數代表什麼 究竟在整個社會的定位裡面 青少年有什麼責任 有什麼要學的地方 或者你覺得青少年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 正方可以再想清楚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主線上 大家的餘度比較都很清晰 但如果可以在青少年的特徵 以及在處世的世界 即現在世界的特徵方面 可以講得多一點就會更加好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 各有千秋的地方 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今天雙方都有一個過度推論的問題 即是很極端 例如你們會在不同的辯論裡面 都會講一些很極端的事情 例如是越方的一副 就會說其實我們現在是不斷不斷進步的 正如李方說我們這些東西集 但這些東西集是什麼 因為我們隨著時代進步 我們會集 相反道家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 所以你說道家就完全沒有進步 那我就覺得太極端 我一聽的時候 就覺得整件事很突兀 為什麼道家是完全沒有進步 其實不會是完全沒有進步 你有進步的同時 其實所有的思想 其實中國的哲學思想 我們經常說是很符合細道 即是我們與時並進之餘 我們就是因時這些哲學思想 都會是制宜的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轉變 還有後世的人去做住室 住室或者後世的人去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新家的東西進去 所以為什麼會有新瑜伽 甚至逢有難提出新道家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中國的哲學思想 是不斷地變 即是不會是有一個完全沒有進步的情況 那你就不需要推到別人的方那麼極端 然後當然隔方也有問題 我覺得隔方是混合了 我很想知道 隔方你說瑜伽很雜 但其實有些概念 我覺得是有一點混合的 例如隔方的一副 你講到 瑜伽是說全天理滅人肉 但我想說全天理滅人肉 說的是宋明理學 即是朱希、程怡、程浩 他們那些人去做註素的時候 他們提出的 所以其實是宋明理學 那一期的瑜伽 才是說全天理滅人肉 但如果我們真的看回論語 即是孔子、孟子 孟子 即是孟子 即是孟子 你會發現其實他們不是說全天理滅人肉 再簡化一點 如果你們有讀高中中文 高中中文就是有讀論人、論孝、論君子 甚至讀如我所欲也 你都會發現 論人、論孝、論君子裡面 為什麼要說無謂 為什麼要說我們要侍奉父母 為什麼我們說要養父母的時候 我們是要尊敬他們去養他們 這些其實就是人肉 你們眼中的人肉 或者是人情感的地方 所以我就會覺得你們要想的 就是你們究竟你想說 瑜伽是很雜亂無章 你們有個項目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其實瑜伽是雜亂無章 也好 你只能夠證明到的就是 他是後世的人 不斷有些東西加入 不代表瑜伽本身是沒有中心思想的 因為你要想的就是 他本身也是有些中心思想 例如我們剛才有說的 他們是說人義禮智 是說寫生成人 甚至就是說黑己復禮 這些無論他之後的人 怎樣去註塑他 怎樣去演繹孔子、孔子的說話 其實他也是有一定的中心思想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們應該要去處理 就算是甲方去處理瑜伽思想的時候 你就算說他多繁複都好 你都應該要掌握到他一些中心的概念 不要將一些可能是董仲書的 獨尊優術那時候的東西 甚至是宋明理學 朱希、情義、情浩他們 後家的東西就說到 他就是儒家思想本身 當年我明白大家不是讀中文 可能你們對這些想法 或者對這些哲學思想 是有點難去理解 但我又覺得 你難去理解 你也有義務去講清楚 不要這樣混合 因為我這麼不幸地 你們遇到一個評判 我就是讀中文的 所以我對這些位置 我聽下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有些奇怪 會讓我整場都帶著一個 黑人問號的問號 去評斷大家的表現 我就會覺得有些位置 可以再處理得好些 這就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覺得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今天那些工房 我覺得你們在問對方的時候 你們要考慮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想的是 你問了這條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會不會 是害了自己呢 例如我最有印象就是 甲方有一條台下發問 他就讀了很大堆 那些儒家的東西 他就說儒家孔子就說這一堆 但是過了幾期之後 孔子就說另一堆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看看那時候的東西 這麼不合理 那你是否要全部要了 難道現在的不合理 我們都要照學嗎 你想想這條很典型 會有backfire的問題 第一 你說別人的學說 有不合理的地方 有不合時矣的地方 你要想想的是 你自己的道家有沒有 道家的確是有的 因為道家 他們以前在老子最開始的時候 他們說的那種毛 是真的虛毛 而老子那種毛 和後來莊子那種毛 又是有些不同 也有些不合時矣的地方 那你就要想 你說別人不合時矣 你說別人前後有事是不同 有矛盾 或者是那個立場有變的時候 那你要想 道家其實也有的 如果我是對方 出來的 我就問有方同學 你今天說到我們儒家這樣 又說我們不合時矣 又說我們那些東西不合理 我們就要照用 其實說真的 道家也是這樣 你想想 你這樣才是輸打人妖 別人不合時矣的地方 別人有問題的地方 你就坦白說 但是你同時也要想 那這條問題 會不會影響到你自己的立論 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會的 所以在這些位置 你就要想清楚 然後 然後 越方那個問題 就是你們那個問題的位 就是你們不需要直接問 我覺得 隔方有個位說得很好的 就是你們有一條 完全不是台下法問題 是因為 你最後的Q位 竟然是問別人 你是不是違反疑犯 是不是直線邏輯 這個是Q位 所以隔方很聰明 就說 其實有方同學 你是像評論 或者你像反駁 多個問問題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問別人這條問題 你是不是直線邏輯 是不是違反疑犯 我是正方 我再無恥一點 我出來就是直線邏輯 跟你說不是的 有方同學 我們不是違反疑犯 我們不是直線邏輯 然後就好像他們這樣 開始讀以前自己的稿 其實別人都可以拿很高分 因為原因就是 你那條問題 根本是問得不好 就是你那條問題 你這樣拿攻擊位來問別人 別人一定會否認 所以你們要想的 就是我覺得 例如這些位置 那些問題 工房要再處理得好些 還有要想起 有沒有回復的問題 到最後 最後我覺得 還有一個點就是 兩方都脫 在主線上 我覺得後期 都有一些位置是脫掉的 正方脫掉的位置 但其實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脫掉的正常 因為我一聽的時候 應該覺得這個位置一般 就是因為儒家思想太繁雜 大家難以理解 而道家思想簡單 所以就適合青少年了 但問題的重點就是 一個學術思想 他適不適合現今青少年 和他簡單不簡單 可能真的有關係 但我不會覺得 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我不會覺得因為那件事難 所以我們就不適合了 而別人的另一件事因為容易 所以我們就適合了 我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心想你就是一輩子讀小學 因為小學的東西是容易的 容易簡單的 我們就適合一些人去學 適合你用來 待人處世 但如果那些東西難的話 那就不適合了 但問題就是 你隨著你的人不斷成長 青少年的同學 是在經歷那個 形式運思期 或者他是在經歷一個建立 即是無論是自尊感也好 還是他建立對世界的價值觀也好 你是有那個解難能力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這個項目 我不接受的位置就是 說真的我不會用這件事 假不簡單 煩不煩雜去決定 適不適合 你在學習的時候 你可能學瑜伽思想 你會遇到困難 但問題就是有困難 不代表他不適合 你只可以說他比較難學 但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不太說服到我 當然 你們在後面說說說 其實也不太說服到這個位置 所以對你們的影響 脫這個項目的位置 對甲方好像不太大影響 在我的分子裏面 但是我反而覺得 粵方有一個位置 是我很想聽多些 我覺得是挺好的 但是後面真的很脫 就是 那個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 青少年責任問題 因為你們在說 青少年在主辯的時候 又說到青少年其實是越來越多責任 所以他們就要去 如果儒家思想 就鼓勵他們為這個社會 承擔多些 因為你最後是要去平天下 你是要為社會服務 為大眾的人群 是更好謀 更好的福祉 其實這個位置我覺得是很好聽的 你這個位置其實是 你那個積極向上 不要接近的那個位置的延伸 我覺得在主辯聽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眼前一亮 因為我覺得是真的很青少年 很符合青少年這個時期 和也真的抓到儒家 很重心的一個思想 但是去到後來 你們就開始 因為掛著去駁人 你們就不斷在想 你們就去問那個規條的問題 就是 是不是有規條好些 是不是有規條 他們先學多些 是不是有規條 怎樣怎樣 你們不斷地重視那個規條 反而掉了這個位置 我自己就覺得很可惜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位置 再延伸多些 再講多些 那我就會覺得聽起來 我就會更加舒服些 還有那個分數上 我就會覺得可能 會更加 就是會搶到多些分 所以那個大約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的意見來到這裡 將時間交給主席 好 多謝評判的意見 那接下來 我們會邀請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辯論隊前隊員 何浩章先生 好啊 大家好 那 是的 很感謝才會邀請我們做評判 那 小弟不是讀中文 而小弟的中文也不是特別好 所以可能一些專業上的評語 那就前面評判說了很多 那我自己呢 我覺得今場 我評語也是分兩部分 一方面是內容 一方面是推論 或者技巧上面 我覺得在內容上面 我會覺得 今天兩條主線開出來的感覺 我也有覺得 有一點點耳目一新 即是我的 是熬二詞 我也覺得是挺新鮮的 因為 可能剛才我聽到另一場 或者自己去想這條辯系的時候 本身我去理解這條辯系的時候 我都會沒有想過 是正方會說 他會說因為 我儒家太繁複了 他之前中學生 或者青少年學不到 所以他就不會用了 他就會避 反方我也不會猜到 可能他主編開出來 說他會打很多社會性的事情 即是說青年人 社會責任的問題 我也猜到 但我以為你是傑辯的昇華 但是他主編 一開出來就已經有了 那我覺得 我也挺驚訝的 就如剛才那個 難是不是就不學過那一件事呢 其實我猜到 這一場可能 我們的分子或分數 其中會決定的因素 我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論點 我又不會很抗拒 做這個論點 我又不會覺得這個論點 是我接受不了 或者我不接受的 當然我覺得這個論點 不是一個很好的論點 有一點點雞辣 我又不會說他錯 但如果給我 是不會這樣出的論點 因為我最少都 我也會認同的是 可能有一些東西 是有一些概念 或者有一些知識 你是要 給小朋友去明白 以及去用到 最重要是入到屋 這個概念 他要入到屋 才能夠將這件事實踐 可能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會笑 可能瑜伽一些 循環統 一些措施 太過繁複等等 就不跟 我都會覺得 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點 只是這個點 不好聽 最直接就是不好聽 那是不是難就不學呢 但在邏輯上面 我又會覺得 我會給分的 這個點 但其實這個點 就是這樣 當然會有一個點 它的漏洞 而這個點 是有更加大的漏洞 就是難就不學等等 但是這件事 很遺憾地 在反方聽到台下發文 他才真的有一個位置出來 就是大打這個難語意 學不學的問題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會被別人這個論點 在我台上存在了這麼久 但是你一直都打不破 我覺得這個是主線上面的評論 反方剛才說的就是 那個社會性的評論 就是你完全失敗了 就是說社會責任等等 已經完全失敗了 我也很難後面再給分 那麼我們的論點連貫 我都是 我給了六 就是好像 對面我給了八 我印象中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 在你成長的一個論點發展 或者整個戰場上面這樣去 我覺得今天大家的感覺 就是由負面開始 大家都是 好聽一點就說 大家很多的防守 很多的防守 可能讀很多自己的底稿 或者讀最基本的 香港青年人 他們面對什麼 要選擇自己的腦袋 狀元 對面就讀 不是的 那些禮法 就是好聽就叫做防守 難聽一點來說 就是大家不懂得去選擇 一些自己最大的優勢 或者不懂得選擇自己 這條線裡面可能強一點 或者你判斷那一下 是能夠拿到分的內容 譬如正方就是 你台上發問問了一個很難的位置 你問他應該是人性本線 還是性本 其實對面是答不到的 對面是完全答不到的 對於難這個位置 那你作為負面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是大打 是不是應該一副二副 追回剛才的勢 至少去多一個位置 去抽去水 說他不會回答這個項目呢 千不論我論點的質素如何 但是這個項目 既然我覺得是成立的時候 我覺得你也應該要繼續去打 還有就算你打去什麼現時社會的趨勢等等的時候 我也覺得可以再尖銳一些 尤其是負面 我覺得今天兩個 我們也會再說 兩個負面是很推進式和很補充式 但我覺得你可以尖銳一些去問一些實在的問題 例如真的問他是一些 現在青少年的自殺數字很高等等的這些問題 你要問他就是 你要問到這件事情 對於青少年的關係 你要問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那他之後還怎樣發展 他之後還怎樣成為人意道德的人 遇到一條路等等 就是你要找一些尖銳的問題 他才能針對住 才有攻擊性 我覺得 而反方也一樣的就是 第一我也是那句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台上這麼多位邊緣 都想不到這個難易的問題 為什麼他會不博 你博有很多方法 第一你照可以說 你說我難 你道家你不是更難嗎 道法自然 人法天 天法地 又不知道怎樣 你不是更難嗎 你不是更難明白嗎 就是你可以第一 可以把球射給他 第二你可以說 不是的 我們回到瑜伽 我們中學都有教 教了有些什麼基本信條 就是讀十天 泛文你隨便讀些 那你都叫Defend了 或者直接在邏輯上面你走去打 你說不是的 今天不是難就不學的 社會上面很多東西難都要學的 就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點在反方 你不去搏 你一二褲的時候 或者你有搏 但是你不是大打 我實說我抄不到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可惜 而反方其實你講的道德性 道德約束和社會性 其實你是 大批有得去的 當然你說的 第一就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積極向上的發展 你又怎樣可以有一個推動社會發展 生產力等等 如果一個社會又落後 可能變回一個 可能以一個標去找糧食 或者要去 一些 整個社會經濟倒退 倒退的時候 你還是不是可以說到大譚理想呢 以前說的60年代的時候 那些上一代 爸爸媽媽 就是因為他們奮鬥了很多 工廠等等 所以今天才有選擇權利 如果你今天也是選擇這件事 到時的社會發展又怎樣 他們下一代又怎樣 或者其實不用很快 言難步 可能過幾年他們又怎樣 甚至可以再想多些 就是這件事 社會性的點子 其實代表著這條主線 有一部分的東西沒有了 而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反方 我將分子上面 在負面裏面都很明顯的是 因為你又打不倒別人 一直在推論的東西 但是你自己的立論又不是很清楚 或者你的回答都是比較亂的 所以我覺得 你不值得用那麼多時間 可能說回自己的底稿 或者說回自己的論點 你值得真的跳進來戰場 去大打他的泰蘭一波 又或者你大打你自己說的道德 社會性 那我都會給到很多分 就是我對於反方 在選擇戰場上面的評論 而另一件事就是 說的推進 我覺得其實正方 剛才說的正一正二 我覺得他的底稿寫得不錯 就是他寫了很多資料 一個可能說自殺 說什麼問題 一個可能寫單一標準 不是單一標準 是有很多標準的問題 就是他的底稿寫得很好 但是正方去照讀他的底稿 他當反方的東西聽不到 他有回應的 但是他很大部分都是用來照讀他的底稿 但是當他每個位出來 有新的資料有新的論述 我又可以給到分 但是你反方一直都拆不到他的論述 或者反方又自己做不到推進的時候 推進這個層面 我會覺得其實 尤其是反方的同學 你可以做多一點 譬如你在說的社會性 或者等等的時候 其實你在說的是不單止整個社會的發展 是在說青年到最後都會因為社會發展而影響了 例如就是如果我今天要他們非常之去崇尚自然 去不去推動他們的生產力 或者不去鼓勵積極向上的風氣 他日香港人口老化人口的負擔等等的時候 可能過了幾年人口老化高中期就已經到了 如果我不再推動這個負擔比率的問題 到日後會不會青少年就變成他們要大幅徵稅等等 其實到最後是反而他們都是做不到道家 或者是更大壓力等等 又或者你用另一個角度去想都可以 就是如果你現在崇尚自然是放任的 是說的是選擇自己的 如果他不為社會整體利益著審 他做的事情不是可持續的 或者不是維持的 他日面對著的反世 無論你說氣候變化也好 說什麼都好 其實反過來青年都會受害 我覺得這個是反方你可以去推進的地方 就是今天不是很大礙 不是說社會要怎樣怎樣怎樣 這條變態都不關社會 都不是社會的字 而是說青年應該選哪種 所以我們要推論到 或者推進到 到最後如果社會的責任他不盡 到最後青年人都會受害 你應該這樣推進下去 我就會給到推進的分數給到反方 這個就是可能內容上 接著可能講技巧上 我覺得台下發問問和答也有些技巧想提回 第一就是問一條Q是評伴都說過 你出來變完自己打富便出身 你忍不住出來打多三負四負 我明白的 人之尚情 但你不要最後一條Q真問 別人是否雙重標準 是否什麼 如果給我正方的Q 我出來回答不是 然後我坐下回去 那我就應該要給他滿分 那你這條問題真問是我認 你應該問他是不是 以及為什麼 起碼也要解釋 但你問他是不是 如果根據你這條問題的Q 不是他答是我 不是我都應該給他十分 不是是九分 不好意思 就是給滿分 我覺得這個是要想 我覺得你不要打得太高 然後忘記了你最後要發問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你想打台下發問 或者單挑 你去做其他類型的比賽 那些你可以衝上去 就是真的台上 可能你幾分鐘去單挑 可能你會打得開心一點 然後答也是一樣的 答這次就說回正方 正方的問題就是 你去答一些問題的時候 譬如對面就是第一條問題 他炮了很多 就是人性本線 人性本惡 就是廣東話 其實都沒有關係 或者學校都學 就是人家終於去反駁你難不難的論點 那我猜你是猜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你很劣勢 或者你很猜不到的時候 你出來的時候 都要想一下怎樣去轉動 或者你要去轉動 至少去回應一下這件事 我寧願你再讀多一次 可能在說道家有多虛無 或者你說多一次 不是 說一次 儒家有多虛無 有多繁複 或者什麼 我寧願你讀一些東西去撐一撐牆 但是我覺得今天正方答反方第一條Q 是完全是站在那裡 那我給我的分數是不合格的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既答不了這條問題 你亦都打完長不了 我的感覺是 那我覺得這個所謂 你怎樣可以 就算這條問題是你占了 你不懂得回答 你都找些東西出來說一下 頂一頂 我覺得這個是正方 你在台下發問你要懂的一個能力 或者其實這個點 如果你遇過回復 就是難這個點 遇過回復 你都應該要有一些抗議 然後到最後就是分數的問題 我覺得分數的問題 今天大家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大家的發言 我不說哪一位辯委 是不同辯委都有 很多時候你說話流暢到有問題 這個關鍵稿可能是表達練稿事 但是更加多可能是節奏的問題 你整個百分數三分鐘四分鐘 你的節奏是不均一的 可能前面是很快很快很快 中間是很慢 最後又很快 我的感覺好像是 我乘坐巴士一樣 不斷快慢快慢 我覺得盡量令到你自己的節奏 統一一點 在時間控制上做得更好 不要最後要迫一個叮 或者叮叮 然後令到你的節奏很奇怪 還有就是intonation 記住說話的intonation 你要把字放在每一句的重點 不是放在每一句的中間 不要投那三句很細聲 中間突然升起 最後又跌下去 不是的 你要選擇哪些字 是你要stress on 我覺得這個是present的問題 而我也是覺得 另外就是引經句典 剛才那場都有說 就是你用一些經文 或者用一些句典 學說的時候 你不要預期評判 我不是第一個評判 這麼有學識 但是你要讀那些句子 或者經典 要讀得清楚 或者文言文 你也要解釋一下給我聽 你不是讀了一句 回答了一句 我就會突然間 是古人 或者我是孔萬人的專家 突然間明白 不是 我會覺得 OK 你拋了資料 但是你有沒有解釋了資料 資料運用的分數 就會有影響 這樣 我也會建議 我明白的 有很多引經句典 但是我覺得這場 已經做得好 過頭小的一場 但是我覺得 可以再做好一點 到最後就是 特別想說一說 反方的劫變 我覺得 反方的劫變比較 在我的分子裡面 比較大的問題 是 他頭的30秒的時候 我覺得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想打那個自然的位置 但是其實他說了30秒 我也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但是其實 結辯的 頭的30秒 應該是最關鍵 最重要 因為大家的注意力 是最高的 因為隔了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頭的30秒 你的注意力 就是全場的注意力 應該是最高的 那你那30秒 你至少不要折 我結辯的要求 你至少是人家很有自信 很流暢地 說到你想說的話 這樣這個會好一點 還有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笑 就是忍笑 還是怎樣笑 我就覺得 結辯真的不好笑 我經常覺得 如果打辯論 忍不住笑 我封路粉 是真的 很受不了這件事 這個就是個人的選擇 小小的評語 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好 謝謝侯章先生的評語 最後我們也有請香港中文大學 日夫書院辯論隊前隊長 莫曉怡小姐 大家好 前面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我就長話就這麼說 其實這場比賽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混亂 因為你們雙方都有一個 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很明顯地 各說各話 其實你們對於對方的回應 都是不多 就是你們正反雙方 在一副之後 開始你們對於大家的 內容的回應 是不多 而且是很散亂 你們是沒有一個位置 去歸納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或者哪一個戰場 在發生什麼事 你們回應了什麼 這件事我是聽得很不清晰 所以這件事 希望你們下一次 可以改進一下 我同意上一位評判所說 其實這件事是很新鮮的 但是在後場的執行 就不太能夠執行 不太能夠做到你們主線 所推出的願景 我覺得是 例如第一位評判所說 在粵方說 清朝廷以天下為己任 他們的特色就是未來的社會動良 但是去到後場 你便去跟別人討論 誰比較複雜 但是誰比較複雜 這個問題 又很奇怪 一向大家都在說 道家才是難以理解 才是無法執行 所以這麼多年以來 為何是儒家當道 為何不是道家當道 就是因為道家很難執行 但是今天你們竟然會 反過來討論 而反方是無力作回應 這件事是有點奇怪的 我會覺得雙方對於道家和儒家的理解 是很清晰的 所以可能大家要更多理解 另外呢 就是去到這個 台上發文的位置 不是 先說了台上發文 台上發文 其實正方問那一條問題 我是給得很高分的 即是隔方那一條 你在問說 到底人性本線 要人性本 到底我應該跟誰呢 其實這條我給得很高分 所以你們後場應該追下去 如果你們大大大大說 儒家的問題 就是跟進不了 那你就應該抽更多的矛盾位置 出來去說 而不是讓對方說 你們道家也有變化 那就走了 而沒有追下去 所以我覺得有些地方 你們應該追下去 但是你們是漏了 好 然後去到台下發文的位置 就是一樣和上場一樣的問題 就是你們問了一些問題 都是一些民主線的問題 譬如你會說 正方問 隔方問過 現在儒家管 連你家的食物放在哪裡都要管 那是否真的合適 那坦方可以帶一條道理答 對 那便完了 所以你們要留意一下 你們的問題 是否在問主線 或者根本不是一條有攻擊力的問題 在分子上的分數都會反應得到 好 最後 那一件很小的問題 其實我不是全場都看著大家的樣子 因為有時候都會在寫東西 或者在看分子等等 但是我會發現到 大家的溝通上面 是會比較少一些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風度上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例如你們跟主席說話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 我覺得可以加一些 謝謝 不好意思等等 又或者 你們自己留意一下這些位置 那我會覺得 一隊辯論隊出來給人的感覺 是挺重要的 那你們無論是 自己跟自己人溝通 或者跟評判 或者跟主席 或者跟友方溝通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 設立的問題 因為其實大家都打聯賽打了很久 那也沒理由是第一場 那我覺得 如果你們今天設立 都還需要這麼久的時間的話 那這件事是不太理想的 那希望大家下次可以 準備好那些器材 這樣才進來開始比賽 那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那我的評語就這麼多了 謝謝 好 多謝三位評判寶貴的意見 那剛才我也分別把分子 是有發送給幾位評判 那也麻煩評判 那如果我未回應我訊息的 都可以看看分子有沒有問題 那都可以回覆我的 那我稍等一下先 好 那三位評判都確認了分子 那現在會為大家宣佈今場比賽的結果 那今天的辯題為雙辯題 今場比賽是會以票數作計算的 那甲方的得票為 我看清楚 我怕說錯了 甲方的得票為一票 岳方的得票為兩票 換言之今場比賽為一比二 由岳方勝出的 恭喜 那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呢 那今場比賽為 岳方的主辯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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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卓賢同學的 恭喜 謝謝